华为鸿蒙OS已经正式发布了 第一批可以更新的机型已经公布 不过好多网友表示 自己的华为手机并没有收到提醒 现在教授就来教大家如何升级鸿蒙OS 首先进入我的华为应用 里面有个鸿蒙系统的公测长线 点击立即长线 点击报名公测 进去之后找到你手机对应的机型 阅读并点击同意 下载描述文件 描述文件安装成功后 返回到手机桌面 点击设置 选择系统和更新 点击软件更新 这样你就可以看到有新的版本 点击下载并安装即可 值得注意的是 鸿蒙OS有六个G的大小 整个下载和系统安装的时间 大约在十分钟左右 我们就从安卓系统 正是快约到了鸿蒙系统了 想尝新的小伙伴 赶紧去安装你的鸿蒙OS系统吧